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有外购的 还有自行建造的 自行建造这一部分 自行方式建造的在上级可以说明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出包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就是把自己的固定资产 出包给别人去建造 固定资产的成本过程 都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你别管自行方式还是出包方式 那我们出包 工程有的是建筑工程 比如说一些房屋的一些建造 有的是安装工程 比如说设备的安装 那还有的情况下 出包给别人建造的工程不止一项 比如说涉及到有几项建筑工程 还涉及到有安装工程等 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有些间接废语 发生的时候并不是说 我们马上就知道到底是由哪一项工程来进行承担 其实在产品成本里面 存货那一张大家也接触到了 有直接的 直接材料 直接扔工 也有间接的 像制造费用 我们工程的建造出包这种方式 把它放到待摊支出 也属于在建工程内容 就是几项工程共同的一些支出 我们先在在建工程待摊支出里反映 等最后再按照一定的方式 分配进入到各项工程中 这叫待摊支出 所以看一下它的概念 建设期间发生的 不能直接进入到某项工程的 是由几项工程共同负担的相关费用 比如说建造工程发生的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不是说你企业最高层行政管理部门的 完全是针对这几项工程的一些管理 类似像一个企业制造产品 车间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 那不也属于弄管理的吗 那要记住到产品成本中 跟它类似 并不是高层的那个管理费 我们的项目建造 整个设计几项工程 一块做的可行性研究 那可行性研究费当然要付费了 为这项工程的也是属于增量成本 要记住到这些工程的成本中 但是开始是不知道哪一项 就要再建工程代单支出先进行规及 之后按照一定方式分配记住到各项工程 那有时要有一些临时设施 工程比较大的时候都会有这个东西 公证费啊 监理费啊 负担费金 还有借款费用啊 建设期间发生工程物资 盘亏报费回损正常情况下的建造 这跟前面都类似 还有以及复合联合试车费 那都要在这里面来进行反应 那有时像这种联合复合试车 生产产品 那这个呢 不能把这个产品按照正常的 对外出售产品的方式去对待 比如说 试生产期间 产品的发生制造的一些成本 要记载进工程 你不往产品成本里记 把这个试生产产品往外卖了 冲在建工程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 我们看一下出包方式建造固定资产会计处理 核心账户在建工程 某某工程 那有的呢 是属于直接就可以记住进来 明确的 往工程成本里记的 那也会涉及到有建造时先要预付款项 那工程开始建造时 由预付账款再转入到工程成本里面去 我们涉及到有购入的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某一项工程里用时 直接寄到在建工程某某工程 那有一些属于几项工程共同承担的 先要在在建工程代担支出 建法来进行反应 之后按照一定的标准 分配记住到某个单项工程 最后呢 就是工程完工 再把它转到固定资产成本里去 那我们看一下代摊支出 就要分配到工程里面 要用一个代摊支出分配率 其实我们在算分配分摊率 或者分配率 都是一个代分配的金额除以分配标准 那完全都是这样 累计发生的代摊支出 这是要分配的金额 代分配的费用 要处以分配标准 分配标准呢 是按照这些工程发生支出 来去分 这一个分配标准的问题 这是代分 这个是处于分配标准 那累计发生代摊费用 是代分配的费用 所以我们看它的概念就是 发生的支出 每一元支出应该分摊的代摊支出吗 最后你看某某工程应分配的代摊支出 那就看工程啊 一共有多少支出 那有的工程里面可能建筑的安装的 要合在一块算 也有的可能分着算 用支出处乘以代摊支出分摊率 其实在我们会计上 这种事情用的也挺多 分配率的概念 代分配额除以分配标准 那你说某一项 应该分多少 肯定就是 用它本身的分配标准 乘以这个分配率的 都是这样的计算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例题 甲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 19年5月经批准启动 硅酸纳项目建设工程 整个工程包括建设新厂房 和冷却循环系统 以及安装生产设备三个单项工程 19年6月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将该项目出包给乙公司成建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 建造新厂房的价值 价款一共是600万 建设冷却循环系统的价款400万 安装生产设备需支付 安装费用50万 上述价款中均不包含增值税 建造期间发生的有关经济业务如下 第一 19年6月10号 甲公司按合同约定 向乙公司预付10% 备料款100万 其中厂房60万 冷却循环系统40万 这是预付备料款 我们知道预付的这部款 要反映到预付账款里去 那你会计分路呢 借方借记预付账款 代记银行存款100万 那第二个 19年11月2日 建造厂房和冷却循环系统的工程进度达到50% 甲公司与乙公司办理工程价款决算500万 那其中厂房是300万 冷却循环系统200万 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是500万 增值税额是45万 甲公司抵扣了预付备料款后 将余款通过银行转账付期 所以这里面 它就会形成 在建工程某某工程的一个成本 厂房这边是300 冷却循环系统是200 那涉及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还有500万 增值税还有45万 我们原来的有预付的款项 现在要冲掉 剩下那部分 那贷房贷银行存款 再看第三 19年12月8日 甲公司购入需安装的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价款450万 增值税额是58万5千 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那这就属于购入工程物资了 是一个设备 进行税额该抵扣抵扣 所以你会有 购进时 借房借记工程物资 应交税分应交增值税进行税额 贷房贷银行分款呗 第四 20年3月10号 建筑工程主体已完工 甲公司与乙公司 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是500万 其中厂房是300万 冷却循环系统200万 那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是500万 增值税额45万 甲公司已通过银行转账 支付了上述款项 那还是借记再进工程 比如厂房 冷却循环系统 有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费 进行费额 贷房 贷行送款 第五 20年4月1日 甲公司将生产设备运抵现场 交乙公司安装 那这个 借贷进工程 那设备安装工程 代方代工程物资 因为你原来购入的物资 反映到工程物资里面 第六 20年5月10号 生产设备安装到位 甲公司与乙公司办理设备安装价款结算 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是50万 增值税额是4万5千 甲公司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上述款项 那就涉及到一些设备安装的一些支出 用银行转账支付 还是要把它寄入到暂进工程 税额安装工程的成本中 同样借地暂进工程 增值税改抵扣抵扣 硬交税硬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带银行封款 第七 整个工程项目发生管理费 可行性研究费 监理费等共计30万 这是与几项工程相关的共同支出 我们要把它先反映到 在建工程代摊支出里去 那借在建工程代摊支出 在银行封款 第八 20年6月1号 完成验收 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那这个时刻 你要做的工作是要把 再建工程代摊支出 先要把它分摊到各项工程里面去 然后每一项工程相应的要转成固定资产 那下面看一下它的具体会计复利 第一个 19年6月10号 预付备料款 当时付的是100万 借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 那第二 19年11月2号 办理工程价款结算 借在建工程 厂房的 明细的有一些可以不用去管它 就是在建工程知道它是厂房就行 那个是冷却循环系统就可以 相当于直接的这一部分 借在建工程厂房300万 冷却循环系统200万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45万 把原来的预付账款充了100万 代预付账款100万 剩下的用银行存款支付 这个差额445万 代银行存款 第三 19年12月8号购入设备 购入的工程物资 那借方工程物资 450万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58万5000 代方银行存款 那就是 508万5000 工程物资是存货吗 不是 工程物资有余额 报表上往哪放 在建工程 再看第四 20年3月10号 办理建筑工程 价款结算 那借在建工程 厂房是300万 冷却循环系统200万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45万 那这个全部用银行存款支付的 带银行存款 545万 第五 20年4月1号 将设备交以公司安装 就是工程物资转在建工程 那借方在建工程 安装工程 450万 代工程物资 450万 第六 20年5月10号 办理安装工程 价款结算 安装过程中又发生了支出 50万 借在建工程 安装工程 50万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45万 用银行存款付的 带银行存款 54万5000 第七 支付工程发生的管理费 可行研究费 监理费 要把它反映到 在建工程 代费支出 所以借方在建工程 代费支出30万 带银行存款30万 那第八 截转固定资产 我们先要做的一项工作 要把在建工程 代费支出 分摊到前面所谈到的 那几项工程里去 那算算代费支出分摊率 一共的代费支出数是30万 我们要按照各工程支出 它的比例去分摊 那这里面 比如设计厂房 一共的支出数是600万 冷却循环系统的支出是400万 设备 那这个安装工程 那安装工程设备 本身一个是450万 安装设备又发生50万 那这是一块 算出的2% 2%是相当于正常直接支出 每一元支出 应该负担的代贪支出 这么个数 所以我们看最后 厂房要分摊的代贪支出 厂房总的造价是600万 600万乘以2% 12万 冷却循环系统应分摊的代贪支出 那就是它400万乘以2% 8万 安装工程分摊的 安装工程有两项 一个是属于设备本身的 还有一个安装设备的支出的 450万加50万 最后2%等于10万 我们知道呢 借在建工程 厂房是12万 冷却循环系统8万 安装工程是10万 代方在建工程代贪支出30万 第二 计算 安装工固定资产成本 那成本里面厂房 自己本身的直接成本是600万 代贪支出分过来的12万 612万 冷却循环系统 那这就是400万 就自己本身发生的直接支出 代贪支出分过来8万 408万 生产设备这一块 450万加50万 我们又分过来10万 等于510万 最后呢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由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这你看借固定资产厂房 612万 代在建工程厂房612万 借固定资产冷却循环系统408万 代在建工程冷却循环系统408万 那借固定资产 这个设备510万 代方的设备 在建工程的510万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我们看14年的考题 多选 假公司以出包方式建造厂房 建造过程中发生的下来之处中 应寄入所建造厂房成本的有 你就本招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之前 一切合理必要支出都要往前寄 支付给第三方监理公司的监理费 那没问题 寄啊 寄进去 那如果说只是建造一项 那就算直接的支出了 那如果说建造多个 多个属于间接的 间接你分配最终也得记住到 相关建造资产的成本中 B 为取得土地使用权 而交纳的土地出让金 这个问题其实可能现在大家还不好作答 没有讲到这一部分 那是无形资产里面的内容 说一下 如果说一个企业 购入的土地适用于建造厂房等不动产的 或者说我买了之后 是绿化的 那这种情况是作为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来反映 我们并不是说 要把这部分支付土地的出让金 寄入到所见的厂房成本中 不是这个概念 你作为无形资产反映 以后无形资产贪消贪 该怎么贪怎么贪消 那固定资产以后该怎么提车就怎么提车就 所以这个并不是往厂房成本里进 要把它反映到无形资产里面去 再看C 建造期间进行试生产发生的复合联合试车费 这也是达到玉林科使用状态之前的必要之处 要往成本里面记 第二 建造期间因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导致暂停施工发生的费用 那里正常的可预见的不可抗力 那是共产成本 如果说不是可预见的 那这一部分不行 非常原因造成的净损是不要往你寄 你要是可预见的 不可抗力的 那这一部分还是往成本里寄的 那比如说像一些搞矿的 比如说金矿 这个矿呢是在东北 比如黑龙江 那在冬天时不能开采 有的当然开采了 开采是说你防暖的 这些设施防护的设施 保暖做得很好 也可以做 有的不行 你要没有这种取暖的一些设备 那你没有办法 那可以预见的不可抗力 那你这一部分发生的损失 往成本里寄 往成本里寄的 但如果说 非常原因造成的净损失 发生的停工 那不行 就不要寄了 那这个题目是ACD证确 那我说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损失啊 是正常还是非正常的 说 因新冠肺炎 导致的停工损失 如果考试真有这个选项的话 这个大家不要想正常 挺恐怖的一件事情 虽然时间长也不能算正常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 其他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的成本 其他方式一个 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 我们在存货部分谈过这个问题 接受所有者投入资产 这项资产在入账时 应该按照合同协议约定的价值定 除非说合同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 那你不公允的 会告诉我们一个公允的数字 把它反映到固定资产里面 如果涉及有增值税的 那你正常反映呗 应叫税非应叫增值税进行税过 代方实收资本 它体现的是在注册资本中享有的份额 最后的差额资本公积资本一加 那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 代方股本 差额资本公积资本公积资本一加 在存货那一张曾经举过例子 那这一块的原理跟它是一样的 如果存货清楚了 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 非货币资产交换债务充足 那你执行相关准备去 非货币资产交换债务充足各有一张 讲到时再给大家具体说明 盘盈的固定资产作为前期差错来处理 实际上目前我们是按照本期发现前期重要差错来做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调年初 要调期出留存收益 我们核算时呢 先反映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然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转到 留存收益里去 留存收益就两项目 盈于攻击 还有未分配利润 那比如说 盘盈了 你先按照重置成本 借记固定资产 再放以前年度次级调整 然后再把以前年度次级调整 转到留存收益 借以前年度次级调整 带盈于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第四 存在气质费用的固定资产 这是特殊行业才会设计 比如说核电站 我们要建的核电站用40年 那这40年之后 要对它进行气质 气质的费用 有时会很高的 那气质起来 有时也是非常难的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 日本的核电站 因地震 那涉及到有泄漏的问题 最后这个气质了多少年了 那现在又说 要把一些废料往海里排 太恐怖了 就非常难 那同样 比如说搞矿的 如果这种矿的 离一些金矿银矿 假如说离地层比较近 开采时 可能就是露天 先把一些植被移走 移走之后开采 开采的时候再回庭 填完之后把植被再移回来 可能是这样来做 当然有的东西可能要下地下去 那这个都会面临着一些气质费用的问题 所以是针对于特殊行业 特定固定资产来讲 那我们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你自然就会想到 比如说核电站用40年 40年之后发生的一些费用支出 你不可能往40年之后 那里面作为费用劣质 那40年之后我都废置了 没有收入了 你有费用发生 没有体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不合适的 何况 你说我现在不管 40年之后气质 那给子孙后代留些什么 不合适的 因此在会计处理上 就是把未来要发生的支出 我们预计的 应该在使用资产的期间 作为费用劣质 我们使用期间带来利益 确认收入了 这样才能体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那具体怎么做 正常建造的成本 先是在再建工程里面来进行反应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 转到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代方再建工程 这别人提 然后要把未来发生的气质费用 折现算限值 反映到预计负债 同时进入固定资产成本中 因为这个支出 数字是不定的 预计的 在预计负债科目来反映 叫气质费用的限制 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中 那当然 气质费用的限制 和未来付款额 他们之间是有差额的 这个差是未来利息 那这差额是通过 每期具体利息的形式往费用利息 所以用的是 每期期出预计负债贪余成本 再去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借方财务费用带预计负债 那我们就会看到什么 气质费用限值这一部分 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了 那你在使用固定资产期间 通过提折旧 把它往费用里寄了 气质费用限制 和未来付款额 之间的差 这是每期通过确认利息的方式 往费用里寄的 所以最终 是把整个气质费用 在使用资产的期间 作为费用劣质 这就没问题吧 那最后当实际发生时 借预计负债带银行存款的 这是它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那有那么激烈要说一下 气质费用限制 进入固定资产成本 不是说 把气质费用总数 都往固定资产成本里寄 这一点是要明确的一件事情 然后气质费用限制 和最后的发生额 这个差是利息 通过具体利息方式 往费用里寄 那还有要进行说明的 不是说什么行业 固定资产将来发生一些 报废清理处置 都算气质费用 那不要 一定是特殊行业的 特定固定资产 我们才这样处理 一般工商企业 固定资产发生 报废清理费用 不处于气质费用 这项资产 五年之后会报废 会付个250块钱 你把它再算个限值 那怎么行 那不合适 所以如果不是属于 特殊行业 特定固定资产 你真正报废时的支出 在报废时进行处理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三 以公司经国家批准 2027年1月1日建造完成核电站核反应堆 并交付使用 建造成本250个亿 预计使用寿命40年 根据法律规定 该核反应堆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应在该项设施使用期满后将其拆除 并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整治 预计发生气质费用是25个亿 假定适应的折限率10% 核反应堆属于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 那确定它的成本是要考虑气质费用 一般都是气质质发生的支出数额大的 才是这样 我们看账户处理 2027年的1月1号气质费用的限制 说40年之后要发生的是25个亿 乘以利率17% 7%的复利限制系数 它只是一个假定 那不可能说 在40年之后 一下子就发生支出25个亿 就把它弃制完了 你像核电站的弃制 哪那么容易啊 哪个核电站一年能弃制完 有的需要好多年的 所以你真正要碰到这种情况 在计算的时候 应该把气质费用多少年 然后算算 到开始气质那个点 比如我们这25亿 假定应该是这样认为 说我们要气质8年 那气质8年 我们还用了40年 你把40年之后那8年 发生的一些费用 折算到40年结束 我们假定是25个亿 然后再算算它的限制 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 当然我们考试不会搞那么复杂 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现在 气质费用的限制25亿 乘以0.0221 这是复理限制系数 等于5525 5525万 固定资产的成本构成 实际发生建造成本250个亿 再加上气质费用限制5525万 那等于250个亿 5525万 会计翻路借固定资产 它成本的构成两项目 发生建造成本带在建工程 那是250个亿 然后预计负债的限制 待预计负债 5525万 第二 计算第一年 应分摊的利息费用 那预计负债的七出数 应用它乘以实际利率 5525万 实际利率10% 乘以10% 那等于呢 5525000 那借方借计财务费用 待方待遇及负债 我们把这个例子再往下算算 这说第一年应分摊的利息费用 我们看一下第二年 这第二年利息费用 应该怎么算 要用第二年年初的预计负债数 就相当于七出台语成本 我们要再去怎么样 乘以10% 所以这个数字呢 应该是 原来的数是5525万 那由于在第一年啊 计题利息 5525000 你要加上它 又增加预计负债了 加上一个5525000 这是说第二年年初的预计负债的金额吗 然后呢 我们要去乘以10% 这样来计算 以后都这样做 那等到40年之后 你会发现预计负债的数字啊 已经就上25个亿了 知道这个过程 接下来有这么一个提示 第四解释公告 第六号 说由于技术进步 法律要求或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 特定固定资产的履行气质义务 可能会发生支出金额 预计气质10点 折线率等的变动 从而引起原确认的预计负债的变动 预计负债吗 是把未来的一些支出预计的 按照一定的折线率折线 那当然这个数字又可能会发生变动 那解释公告就说 那如果后续这个数变动了怎么办 那变动的时候 当然如果要多了你就调增 少了就调减 说此时应按照以下原则 调整该固定资产的成本 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数是跟固定资产对应的 要是预计负债调增 那你固定资产价值要调增 预计负债调减 固定资产价值也相应的得调减 但是 如果说出现了预计负债要调减 比如说100万 而你固定资产到这个点上的账面 价值只有80万 你不能把固定资产变成负债 把固定资产数调减80万为止 剩下的既当其损 所以具体来看第一个 对于预计负债的减少 以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危险 扣减固定资产成本 如果预计负债减少额 超过了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超出部分 确认为当期损益 那是这样来做 第二 对于预计负债的增加 增加该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这个没有问题 那下面就是 把固定资产成本调完了 你后面提折救时 得按照调整之后 固定资产的成本 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所以说按照上述原则 调整的固定资产 在资产剩余使用年限的计体折救 一旦该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结束了 预计负债所有后续变动 都要在发生时确认为损益 你没得记了 已经使用寿命都结束了 那记当机损益去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是一家核电能源公司 30年前建成一座核电站 其固定资产原价是5个亿 但是这数字有点偏小一点 主要说明问题 20年12月31日 其账面价值是一亿两千五百万 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十年 预计竟残值为零 用年限平均法来计提折救 假定预计负债于20年12月31日的 账面价值两个亿 这个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有个同学说 为什么预计负债的限值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中 而到某一个点上 预计负债的数字 还比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数高了 是这样的 30年前的时候 那你固定资产入账的金额 一定比预计出来的数要高 因为是把它的限值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还会涉及到建造支出 既固定资产成本的 但是以后固定资产要提折救的 那它的价值在减少 而预计负债可不是 预计负债越接近于 使用的期结束 比如核电站40年 40年结束 它的数越大 最终是相当于你多少 期日费用的总数 所以它是逐渐的增加 而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逐渐的减少 完全就可能会出现 预计负债的数字 比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数要大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你不要说说这个数字给错了 没有错 那下面我们分情况来看 就是说 现在是20年12月31号 我们要重新的估计 预计负债的限制 到现在为止 应该有多少 第一种情况 若20年12月31日 重新确认的预计负债限制 一亿五千万 比如我们站在 20年12月31号这个点上 把未来的期质费用 再算它的限制 算到这个点 不是算到三十年前 就算到20年12月31号 算的是一亿五千万 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把原来账上正常核算的价值 两个亿 得调到一亿五千万 你要做这个工作吗 因为你重新确认的预计负债 才有意义啊 所以这个预计负债要调减 调减的金额是五千 由两个亿调到一亿五 那调完之后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就变成了 原来不是说 一亿两千五百万吗 你把预计负债调减了 借预计负债带固定资产 也要调减 所以账面价值调完之后是七千五 我们要一亿两千五百万减减五千万 七千五 固定资产在二零年底调整之后的 账面价值变成是七千五了 那这剩下的十年 应该以七千五微基础提折就去 这里说年限平均法 预计残值为零 那我们提折就 七千五除以十 七百五十 这是他的做法 好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若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新确认的预计负债限值是五千 拿这个数小了 重新算了 那预计负债要调减的数字啊 没调之前的账面价值是两个亿 我们要把它调到五千 所以要调减一亿五千万 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你看前面只有是一亿两千五百万 你只能把它冲到零为止 那剩下的还要调减啊 我们预计负债要调到五千 所以超出这一部分两千五 就是一亿五跟一亿两千五百万的差呀 要确认为当期损益 我们再看第三 若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新确认的预计负债限值是两亿五千万 就你重新算的 考试是不可能让我们重新算啊 一定会给这个数字 这大家放心 他不会说哎呀再让算算哪年哪年 折现折现再折现 不用 那现在预计负债要调增 因为原来的账面价值是两个亿 我们要调到两亿五 要调增五千万 调整之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调之前的一亿两千五百万 我们要调增五千 那就变成一亿七千五百万了 那按照时间啊 所以下面二十一年提着就 一亿七千五百万除以十嘛 一七五零 我这一部分内容还是应该要知道 那这节课涉及的还是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出包方式 一些概念的还是要知道一下 比如有代贪支出 有什么样的要往工程成本里寄 比如说有这种 试生产产品的 这种情况要寄 符合联合式车发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也都要寄 对于呢 其他方式的 接受投资者投入的 我们要知道 然后就是关于 气质费用 和气质费用的限值 寄出到固定资产成本中 以后呢 气质费用的限值 和未来的气质费用 发生出 要通过气质利息的方式 财务费用利息 还有解释公告第六号 相关的一些规定 会计处理要掌握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